不同人制作生物变身器 爸爸制作 生物变身器 那制作起来不是很简单吗 我做的方法不仅可以变身 还可以吃好吃的 首先我们打开插件库 点击生物 找到生物牛 把牛的外观模型 换成你想变身的外观模型 接着进入游戏 拿出汤圆把它给吃掉 你们看 我这不就变身了吗 是不是非常的厉害 哇塞 爸爸果然没让我失望 妈妈制作 我华他办那做的生物变身器 也太简单了 我做的生物变身器 比他的好玩多了 现在我就教你们如何制作 首先我们在地上放一个方块 接着打开触发器 点击事件 点击玩家 选择玩家点击方块 然后点击动作 点击玩家 选择改变玩家外观 外观类型换成随机外观模型 最后转换玩法模式 现在只要点击方块就会变身 而且变身的东西全是未知的 非常的好玩 怎么感觉 还是妈妈更厉害